下面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似心 非心 心向常静过 记得非心 其实就是表示心是空 不可得的意思 非心就是空不可得的意思 心是空不可得的意思 既然是不可得空 它是超越了有跟无 超越了染跟静 是从这个意义来谈心 空不可得是非心 心向常静过 这里牵涉到心性本静的问题 有关这个问题 在佛教界有种种译说 殷尘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 第三章 心静本静说之发展 有详细的解说 从阿罕 到布派 到初级大圣经 到花言经 到如来藏系的经典 有对于心性本静 有详细的研究 大家可以参照 那这里 波尔经所谈的 非心 其实是指心 空不可得的意思 那这里的清静 它并不是染污清静 相对的那个清静 这个清静其实是空的别名 它超越染污跟清静 以波尔经的意思 它是超越染污跟清静 底下 另外来解释 什么叫心向常静 如果是玄奘大师 他是翻成心本性清静 好 虚伯利言 菩萨知心向 与贪嗔痴 不合不离 玄奘大师是翻成 心本性 非贪相应 非不相应 就是跟三读了 并不是相应 也不是不相应 跟禅 流福 这种种烦恼 一切烦恼 也不是相应 也不是不相应 跟身闻 必知佛心 也不离 不合 菩萨应当知 这样的知 心本性清静 那我们注意 这里心向常静 既然是静的话 为什么会有提到烦恼不离不合 为什么会有提到二圣心 主要就是讲 心本性是空的 心本性是空 就看他的因缘 有没有被烦恼所遮 有没有被烦恼所遮 或者说他没有被烦恼所遮 他的清静的性就可以显现出来 所以这里的心向常静 其实就是心的本性是空 超越染静 所以前面所举的三读 一切烦恼 这是染的 不合不离 静的二圣心 这是清静的 乃至佛心 种种 清静的 也不合不离 就空 那是不合不离 不依不易 这样的讲法 跟如来藏讲的心性本性 有一些不太一样 如来藏系 它是说 众生心中 本具一切如来的智慧德相功德 它是本具 对不对 这叫真常为心 心是常的 是有的 可是我们注意 以波尔经来说 那这样的心是有还是无呢 是本有吗 还是心心呢 下面就讨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请看第二个 论心 无心相 到底是有 还是无 石立弗 问须不迪 那 这个无心相的心 到底是不是有呢 如果是以如来藏的 真常为心来讲 那一定会认为说 这是心 真常为心 心是有 对不对 可是呢 因为波尔经 它讲的 这个非心相 它是指空相 它是超越有无的 它不是本有 所以须不迪他回答 无心相中 有心相可得吗 有无心相可得吗 不管是有心相 或无心相 因为它是超越有无 所以都不可得 这样的讲法就是说 波尔经所说的空 也不是完全都没有 也不是石有 它是有无都不可得 超越有无的 色力我言 有心相 无心相都不可得 须不迪就说 如果都不可得 那你不应该问 是不是有一个 实在的无心相的心 就不应该问 因为它超越有无 好 以下 就问 那什么是无心相 无心相不是只有 针对心来观察 他说 徐伯利言 诸法不坏 不分别 是明无心相 所以这里提到无心相 事实上是观诸法 不坏 不便利 不分别 那才是无心相 那 瑟利佛又继续问 只有这个心 不坏不分别 只有心相本净吗 其他的色 受想形式 乃至佛的无上不敌 是不是也不坏不分别 是不是色受想形式 无运 乃至佛道一切法 也是本性清净呢 还是只有心 还是只有心 是本性清净呢 西佛的言 如果能够知心相 不坏不分别 是本性清净的话 那菩萨也能够知色 乃至佛道一切法 都是不坏不分别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 如来葬系的话 它是心性本净 其他是染污的 是心是清净的 其他是染污的 但是以中观来讲 如这句话说得很明确 不只是心是清净 色受想形式 一切法都是清净 不是只有心清净 一切法都清净 不是只有心不坏不分别 一切法都是不坏不分别 这个是跟 如来葬系不一样的地方 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 导师如来葬之研究